今天是6月20号 挨股收盘指数全线跳水 除了有利好加持的科创板 其他都不行 有4400多个票是绿盘的 股民在今天可以说是损失产充 很多人都是大亏的 那有人问为什么总是亏钱 涨也亏爹也亏到底钱去了哪里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给大家说一件事 这个是说了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跟跟我一样 会感到非常的吃惊 其实在看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第一眼也会感到吃惊 说的是什么呢 贝莱德在近期发了一篇文章 一篇信息 他说中国股市这一年以来 亏损的这个资金 也就是缩水的这个市值 大概在26.95几万亿 相当于人民 就是大概在27万亿左右吧 27万亿左右 然后呢 从去年的这个 5月31号开始算 到今年的6月1号 就是一年的时间 那这一年的时间 中国股民 您平均亏损多少钱吗 接近14万 也就是说从去年6月份到今年6月份 你平均下来亏了14万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你的账户亏了多少钱 如果你的亏损在14万以内 恭喜你 你还没有达到平均值 但是你的账户亏损超过了14万 不好意思 你被人家平均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年以来 中国股市 非常的差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多人把它归 临究于下面几个原因 这也是最近 A股这两天下跌的最关键的因素 6月19号 陆家嘴开个金融会议 村长讲了话 副村长讲了话 我们央行行长也讲了话 但是人家说是耍了嘴皮子 讲的都是官话 股民想要的一个都没有 事实确实如此 信息量很大 但是 是没有一条能够经受住考验的 没有一条能够打的 所以这两天股民选择用脚逃票 这两天股民又是损失惨重 又是一个什么非常不好的日子 那我再来回顾一下 在 陆家嘴金融论坛之前 市场的一些传闻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有几个传闻 4个传闻 结果一个都没兑现 一个是什么关于量化 量化的话 对吧 要限制 甚至取消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什么 转融通 转融通的话也要限制取消 但是都没有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国子期货 国子期权 我们是一月度没交割的 月度的话是两次三次 对吧 这样子的 那么外围是一个季度交割的 也没有做出改变 好 另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什么 证券的大事 证券重组这个事 结果呢 没有一点风声 前前段时间传出的海通 跟国泰军安 重组事件 一点一点意下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陆家嘴 陆家嘴陆家嘴是在上海岸 国泰军安海通证券是在上海岸 很多人猜测在这个会上海通证券和陆家嘴 和国泰军安会有重组的大事发生 结果也没有 你看全线落空了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没有没有说利好 利好多 要坚决的打击造假 以后来保护中小投资者 哎又是以前老套路老光化 所以股民这两天是 损失产重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用脚逃票 一跌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昨天 有200多亿资金流出 大资金流出 好在今天又有300多亿大资金流出 这两天流出资金600个亿 600多个亿 那么有人问 这个钱为什么总是流出 到底是谁在卖卖卖 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谁在卖吧 大股东 大股东 通过转融通 把票借出去 然后 实现股票换钞票的目的 所以钱进了谁的口袋 进了大股东的口袋 那有人会问大股东掏了钱走了 那到底就这个过程中到底是谁亏了钱呢 然后我又看了另一组数据 这个数据我看了以后我刚开始看我也赶到吃鸡 我我都有点有一种怀疑不可能吧 他这个数据说了什么呢 他说 今年以来就是今年上半年以来 A股市场上面 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亏钱 只有我刚才讲的一个没亏钱 所以大股东 为什么大股东没亏钱呢 大股东他是没有成本的一本万利的 所以不管在什么价位 只要把手中的这个股票数量换成钞票 他就是赚钱的 大股东是非常之是吧 非常是给力的 在不停的套现了 不停的把把这个股民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的 好 这个我们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几乎全世界的股民都知道 那他说除了大股东没赚钱赚钱之外 其他多亏钱 散户亏这个大家都知道 散户很多亏损在30个点以上 他说散户亏损幅度 今年以来很多都亏损30个点以上 好 私募亏 私募的话亏损幅度也在10个点到30个点之间 公募也亏 公募的亏损也在20个点上下 那流资也亏 甚至说流资有一些暴亏50%以上 流资有些个别的今年亏损特别大 亏损了50%以上 还有一个更让大家吃惊的 什么会量量化基金也亏 量化基金亏了3个多点 基金4个点 哎 这我就感到浪漫了 量化基金不是配合着这个转融通 在收购韭菜吗 那为什么量化量化资金也亏呢 所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当时也感觉很吃惊 现在仔细想想 确实也有道理 量化资金 我想问一下大家 他的票大多数是什么 大多数是借的 他的钱大多数也是属于借的 也不是自己的 其实他也是有成本的 也是有成本的 但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你会发现我们A股的成交量明显的 萎缩了 我们A股成交量每天就在7000 一上下 那么7000一上下 除了这些大股东卖出的交易的 除了这个 量化资金的 散户很少交易的 也就是说 这个成交量大多数是大股东和量化交易贡献的 那没有没有散户的韭菜来接盘呢 量化资金他有吗不赚呢 对不对 所以量化资金也成为了被大股东收购的对象 你看看 世界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所以啊 A股 这段时间的下跌啊 是有原因的 而且 原因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这个问题啊 我们股民多次在讲 但没有实现 所以我们只能被动的接受 这是刚刚有一个朋友问的这些问题 我相信我讲了这些以后 大家心里都会明白了 都会清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 A股的资金在每天流出 每天 一几十个亿 200个亿 300个亿的流出 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流出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 去年还是贝莱德说的话 贝莱德作为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 他说的话是很有理的 在全球 都所向披靡 几乎哪个市场都能够赚钱 这是大赚 但只有在中国亏了钱 他退出中国的时候 亏了十几个亿 他旗下有几只产品 平均亏损幅度达到了30% 这个水平跟我们散户差不多 这才不如我们散户对吧 平均亏损幅度达到30% 那他为什么会亏钱 他是用外围外国的那种操作思路 那我们中国炒股票也不行 随途不哄 哪怕你股商来也不行 为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公司花了大量的人力去研究 这个股票的基本面业务数据 财务等等以及发展潜力 当我发现他在这个位置 是低减的时候 是可以入局的时候 是可以买入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的建仓 可是在这建仓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有源源不断的卖单 总是买不完 根本买不完 当你是吧 在这个位置买了很多的时候 当你发现这个流通是吧 流通股买的差不多的时候 你以为这是真正的底的时候 是大底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 又有很多卖单出来 那最后这个卖单是怎么来的 原来是因为大股东通过转融通 去年还有个限售股转融通 通过转融通 把票全都借出来了 借给谁 借给某些机构 来卖 套钱 那 你再有钱也买不完 因为你买的是什么 你买的是股票 但实际上 大股东恨不得把所有的股票卖给你 把公司卖给你 套现走人 这就是贝莱德高管去年说了一句很 说了一些很经典的话 现在回看一下 我觉得很在理 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近期啊 市场上发生了一件事 A股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什么 咋就不点名呢 但我告诉你这家公司 它是吧 有17万 股东 17万股民 那这17万股民 现在是水生活的当中 可能会面临的罪恶亏损 甚至血本乌龟 那这17万股民 却 贡献了好几个亿万富豪 什么意思呢 这个公司的大股东 以及相关的人员 就是包括他家里的人啊 一些其他股东 在上市期间 总共套现了20个亿 想想 17万股民买的股票 这个钱被他们套走了20个亿 也就是说啊 十几万人造就了 好几个亿万富豪 说明什么 刚好验证了贝莱德高宫那句话 你以为你是在买股票 其实他恨不得把公司卖给你 那么他套现走人以后 这个公司就变成我们这17万股民的 但是17万股民 拿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坑壳 是一个负债的 那么这个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但是钱已经到他口那里去了 这就是中国当下股市一个最大的一个政界之一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 赔偿制度没到位 如果你套现了20个亿好 没关系 套现20个亿是吧 那要是出了问题是你出了问题 我要你赔偿投资者 把这个钱赔给他我甚至还要你 罚的你倾家当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大股东他敢套现20个亿吗 他敢套吗 绝对不敢 对吧 他如果说因为财务造假 因为其他原因是吧 制造一些假的数据套现的这20个亿 你要一旦查出来 不仅也要要什么 要返房给股民 还要还要比说1比1 1比2 1比3的罚款 我想想问大家 在大股东他搞套吗 绝对不敢 但是事实证明 我们A股并没有这样的 什么 妇罚的规定 所以不仅仅是这一家大股东 我相信像这样的大股东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最终结局是什么 股市一塌糊涂 股民损失惨重 上市公司大老板 套现走人实现财富自由 甚至有些把钱多转移到国外去 去什么 去度假 去潇洒了 甚至有些把国籍都给改了 这就是中国股市目前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A股股民想要赚了钱 A股指数想要涨到4000点 5000点6000点1万点 可以说是什么 是一个梦 这个梦要多少来实现 多少年才能实现 谁都不知道 也许是10年 也许是一年 也许是50年 也许是一辈子都不能实现 为什么 至少目前来看 希望不大 因为我们的A股 十几年了 还在3000点保卫战 还在3000点负面徘徊 这就已经说明了现实 现实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所以朋友们 再次来谢谢大家 当下的A股 结构性行情非常明显 股市的风险非常的大 一定要回避这些有问题的 面临着退市的票 我提起了很多次 尤其是st板块 近期st板块有回软迹象 很多st票开始又涨停的 前段时间是不断的跌停 这段时间有些票又开始涨停了 很多人又开始什么 又开始追高了 又开始去顶了 我告诉你 他让你看到的涨停 有可能是让你什么 有可能是让你去接盘的 有可能是让你是吧 血本无辉的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留意的 你比如说下这种票 st中运 我记得在昨天掌握这种票 对吧 今天你看 前段时间连续的跌跌跌 多少个跌天板 你自己看 我都说不过来 但这三天 对不对 这三天 你看又连续涨停 那为什么会出这情况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什么 就是资金在自救 跌到一块钱以下 那么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 他的面值低于一块钱 就会触发交易性的退市 所以这就是自救 那么你在这高位居顶 危机去什么 危机去堵大脚 堵对了 你就哎吃可入 但是赌错了 可能你跑路都跑不出来 今天可能是涨停的 明天很有可能是一直接停的 那下跑也跑不掉 所以这种票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现在最重要是 减少操作 能够尽量的保护好你的本金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吃肉 大家觉得对吗